这样的话我们获取元素是吧 刚刚也说了 获取元素的话用这种方法来获取是吧 获取完之后怎么样 把这个元素复制给一个变量 怎么样呢 就是方便我们操作吧 是吧 相当于你去超市里面买东西是吧 你想把那些东西是吧 放在一个袋子里面提着是吧 就方便你是吗 拿这些东西啊是吧 各个零产的东西不好弄了是吧 不好操作啊 就放在一个变量里面方便你操作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再怎么来 把这个把这一句或许放到页面顶部的话 怎么样呢就容易出错吧是吧 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页面底部是吧 或者是怎么样呢 把这整个语句怎么样 用这个什么window on load把它包起来 就没问题是吧 放到页面顶部的话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操作属性是这样的啊 操作属性啊 操作元素属性 我们很大的一个操作的话 一个操作就是操作元素的属性啊 操作元素属性的话 刚刚我们操作的方法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点操作 点操作吧是吧 好 比如说我们刚刚什么操作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时代 它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color是吧 都是点吧 首先是这个 这个代表这个元素啊 它里面的时代属性是不是点啊 好 时代里面又有什么属性呢是吧 时代里面又有color啊 空的size啊 都是用点操作啊 那么就是操作操作元素属性的第一种方法 通过点来操作元素的属性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属性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啊 属性的写法啊 那么的话 html里面的属性和 gns里面的属性写法一样 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这里面有什么属性 我都可以什么呢 都可以什么 读出来或者写出来啊 好 那么的话啊 好 我们来看第一点吧 第一点先看一下这个属性的操作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属性操作啊 002啊 属性操作 同样的啊 假如说这里来一个什么呢 啊 先来一个div1吧 啊 div1啊 好 好 div1啊 比如说 这是 这是 一个div啊 元素 啊 好 那么我再来一个吧 来假如来一个什么呢 a标签是吧 a标签的话 这是一个链接吧 是吧 比如说 a 它的 它的这个是 id是什么 link吧 假如id等于link 这样一个a标签啊 好 然后hub的话 假如等于一个 先等于一个警号吧 好 class我先不要啊 class先不要啊 id的话等于这个link 是吧 好 link 然后这是 这是一个链接 是吧 链接啊 好 这些都是标签吧 是吧 好标签啊 标签的话 那么接着的话 我来操作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操作它的时候 怎么样 我先要获取它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获取它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写一个什么 windows吗 刚刚学的吧 windows吗 onload吧 onload啊 好 先要写screview标签啊 好 screview标签里面写件 是啊 好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window window onload 是吧 onload啊 等于一个fungation 是吧 fungation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把代码全部写在这里面就不会出问题 是吧 它会怎么样呢 等到整个页面全部加载完之后怎么样 再去什么 再去操作这里面的 再去自己这里面的语句啊 好 这里面语句的话 假如说我想操作这两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操作这两个我可以怎么样 先把它们获取到吧 然后再去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有这个逻辑顺序啊 先把它获取到 然后再去操作它啊 先操 先获取这个div 是吧 那么我发一个什么呢 odiv 是不是这样呢 等于什么 document 是吧 document 点 什么getelement 是吧 byid 好 这样是吧 那么这个id是什么 div1吧 div1 好 div1 好 那么的话 这是获取到第一个 是吧 再获取第二个 比如说这个a标签 我一样的是吧 通过这个id 也可以获取到它吧 是吧 比如说 这个o什么呢 a 是吧 那么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document 是吧 哦 document 点get 什么element byid 什么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link吧 是吧 或者这个a 获取完之后 然后获取了 相当于是获得了两个对象吧 那么我会操作它的属性了 是吧 好 操作属性的话 首先怎么样呢 我们刚刚是什么呢 改变元素的属性 实际上的属性的话 是怎么样呢 可以读可以写的 是吧 我们刚才是写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把这个read 复制给它 相当于是写属性 它可以读属性 比如说我想读取这个什么呢 drve的它的什么呢 它的id号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读呢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我可以直接用它 或者是直接先复制一个变量吧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id吧 id比方说是一个字符串 id 等于什么呢 假如说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odiv 它的id 是吧 这是不是什么 读啊 就把这个odiv 它的id 复制给它吧 是不是这样的 复制给它 这个是不是读属性呢 读它的属性 读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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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的话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弹出来看一下 是吧 alert一个什么呢 那么这个alert是我们 前天学到的一个什么呢 内部的函数啊 这个函数的话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什么 把我们这个值什么 弹出来给我们看 是吧 它可以弹一个弹框出来 比如说弹一个sid 是不是这样的 弹一个弹啊 好 这个弹完之后怎么样 来看一下啊 来注意一下它 是吧 那么它弹出来是什么 是不是drve啊 drve啊 这是不是读过来了 读过来 复制给一个变量 然后把它弹出来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读取属性啊 读取属性 那么凡是怎么 这里面的 写的什么东西 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用属性吗 是吧 比如说我们刚刚是 操作它的sid 属性吗 是吧 那个是写 是吧 好 写属性的话 那么这样子 是吧 比如说那么 这个odv 它的什么呢 它的sid 它的sid 点什么呢 这个color 是这样的啊 color啊 等于一个什么呢 red是吧 red啊 好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不是写属性呢 写属性啊 写 写属性是这样的啊 一个是读 一个是写啊 可以做两件事情啊 好 好 那么也比如说 这个 比如说这个元素 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id 我也可以读过来吧 是吧 id也可以读过来 是吧 然后的话 我也可以什么呢 写它的属性吧 比如说这个链接 是吧 这个链接 它默认的是什么呢 它没有链接 是吧 它就是一个警号吧 我是不是可以改变 它的链接地址啊 是吧 那我会写它的属性吧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o什么呢 a是吧 oa是吧 它的什么 我操作它的 赫辅属性 是不是可以啊 一样的吧 就是说标签里面怎么写 我这里面就怎么写 明白没有 是吧 比如说时代 我就写时代啊 id的话 我就写id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赫辅 我是不是直接写赫辅啊 赫辅啊 比如说赫辅 是吧 href啊 我负质给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值 是不是写啊 比如说是这个 是什么呢 到百度网吧 3w点什么 百度 是不是啊 这是不是写属性的啊 是吧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 是不是把这个值 什么样 负质给这个标签里面的 href属性的啊 明白没有 是吧 这是写属性啊 好 写属性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是吧 我再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 先弹出这个div式啊 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链接是不是有 有链接了 看见没有 下面这个地方啊 是不是有链接了 是吧 有链接之后 我点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不是 链接到百度啊 是吧 原本是它没有链接的吧 是吧 原本它是没有链接的啊 原本它没有链接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这个是写属性啊 好 这个是写的啊 这也是写属性是吧 然后的话 比如说 有一些没有放到里面的属性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放进去吧 比如说这个A标签里面 是不是有个title属性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title属性是什么啊 就是我把鼠标 放到它链接上面 它会什么 写是一个文字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比如说 当我可以直接 再写属性是吧 OA OA里面的什么 这个title属性 是不是可以写啊 啊 title属性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啊 比如说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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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 百度网 是吧 百度网的 链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链接啊 去到百度网的链接啊 好 这是去到 百度网的链接啊 好 那么这么写完 这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来刷新一下 是吧 虽然之后我鼠标 放到这个地方来 大家看一下 是吧 是不是有个title属性的啊 title属性啊 好 同时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代码啊 代码实在也变的啊 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码 检查一下啊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DIV 这个DIV里面 是不是多了一个 时代属性的啊 时代里面是不是有 color red啊 是吧 我们的原始代码里面 是没有的 这个是不是既然是动态的 塞进去了 明白没有 是吧 塞进去了啊 好 那么的话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A标签是什么样 它是有个hub属性的啊 原始的这个hub属性是什么 是个警号吧 它是把它改了 这是写属性啊 把它改了 是吧 然后ID等于link 然后这个title属性本来就没有 是吧 title属性本来就没有 是吧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啊 它是什么 通过JS是不是加进去了啊 加进去了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写属性啊 写属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大家记得 就是说我们在用JS 操作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属性会自动的 放到代码里面去了啊 它会塞进去 原始的没有 但是它会塞进去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写属性啊 好 这个写属性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大家记得 这个是第一点是吧 第一点的话怎么样 就是HTML HTML里面属性怎么写 JS就怎么写 是这样的啊 这是凡是你看到的属性 你都可以操作的试一下是吧 凡是里面的属性 你都可以试一下啊 就是它和什么呢 HTML里面的属性的写法 是一样的啊 写法是一样的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 第二点啊 唯独有一个属性的话 就是有区别 就是什么呢 Class属性啊 Class属性的话怎么样呢 要写成Class Lab 这是它特别的地方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Class属性啊 好 比如说我再来一个 比如说再来一个 DIV吧 好 DIV Class的什么呢 这个 DIV啊 BOX吧 BOX是吧 好 这里的话这个DIV什么呢 ID是等于什么呢 DIV2 是这样的啊 DIV2啊 好 PIV2这个盒子的话 比如说这是 这是什么呢 第二个DIV是吧 第二个DIV 是这样的啊 第二个DIV啊 好 第二个DIV的话 我这个时候我怎么呢 我操作它的这个样式 我不想这么写了 我就想什么呢 用Class的什么样式名来操作啊 Class的样式名来操作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写一些样式啊 写一些样式啊 好 比如说这个 把样式操进来吧 样式操进来啊 比如说这个样式里面 先写比如说这个 BOX啊 这个样式的话什么呢 它的什么风的size是什么呢 是20 20PX是吧 然后color的话是这个go的 是吧 好 那么在哪一个样式啊 假如说这个BOX2 它的样式是什么呢 它的风的size是什么呢 是30PX是吧 30PX啊 它的color是什么呢 这个是pink 这两个样式啊 好 这两个样式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DIV是吧 这个DIV2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好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好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这是不是第二个DIV啊 是不是第二个DIV啊 它的是什么 自己当想是20吧 然后颜色是什么 go的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它的样式改成BOX2 是吧 BOX2的话怎么样 它就怎么 它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30的pink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你这么改的话是什么 是通过什么 通过手动改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想通过样式 通过戒牙式来改 是不是这样的 戒牙式来改的话 一样是改变这个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 改变这个属性啊 那么改变这个属性是什么 是写属性吧 写属性啊 怎么写呢 首先我是不是得获取到它 获取它怎么样 先获取一下它 是吧 获取它一样的 是吧 什么ODIV2吧 2先获取到它 是吧 等于什么 Document 是吧 点getElementByD 是吧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什么 DIV2吧 是不是获取到它了 好 获取到它之后怎么样呢 先操作一下 操作它的属性吗 操作它的什么 class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 class属性啊 那么这个地方 写属性是不是这样的 写属性啊 一样的 ODIV2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属性的话 如果我写成class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就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是吧 好 假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把它名称调成 Box2吧 Box2啊 好 假如说我这个 默认是什么 Box啊 好 我把它名称改成 这个Box2 是吧 Box2啊 Box2 好 这个时候看行不行 是吧 好 默认的我先不写这一句啊 不写这一句的话 那么看一下啊 不写这一句 那么还是Box吧 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那么默认怎么样 还是什么 DIVE吧 DIVE的那个 Box1的样子啊 好 我把这句加上啊 加上之后怎么样呢 那么就是 再来看这个效果啊 我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效果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没有效果吧 没效果啊 而且的话怎么样呢 而且它怎么样 它还不报错啊 不报错 看得没有 是吧 是没有报错啊 那么的话 这个Class就比较特殊了啊 它是内部的一个什么呢 保留的关键字 保留字或者叫关键字 这个地方不能这么用啊 不能这么用 所以说这个Class 这个地方的话 就不能这么操作这个样式 这个是特殊的 特殊的地方啊 如果是操作Class的话 要写成什么呢 Class Lam 这是特殊的地方啊 特殊的地方啊 好 这个是操作啊 操作Class Class属性啊 需要写成啊 写成ClassLam 好 这是它特别的地方 是这样的特别的地方啊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怎么样 那么就怎么样 就可以了啊 看一下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没有啊 这是特殊的地方啊 其他的属性没有 什么特殊的 就这个属性啊 比较特殊啊 所以要单独的说一下啊 好 这是关于操作这个属性啊 好